最近很多观众朋友都对我们有很多的疑问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私信 月之一二请问你何埋吗 开个假来吧 你直接发个假来 我怎么回覆你呢 Hello 老师 哇 有点长 下都西您欢迎您 广东也欢迎您 广东欢迎 所有兄弟省份来广东吃宵夜 为什么不讲粤语 我们有一个新的称呼 我们叫普之一二 然后我看到很多人说要随关我们 好惨 我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月之一二不仅是这个平台 纯粤语的内容是一直在坚持在做 没有停过的 其实我们在西瓜视频 今天头条 阿B 阿书 阿博 阿信 其实一直都有在做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这些纯粤语的内容 真的有了 大家记得去看 风哥请教你代字法画怎么读 代字吧 代字 这个朋友说 听说你抽奖不犯多 这件事呢真的要跟大家描述一下 就我们的一位观众就发了我们 就说抽到了我们某条视频 一个合作商家的一个视频 然后没有发货给他 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商家那边的一个发货的通知 后来觉得这件事呢的确是不太好 做得太久了 跟这位朋友也已经给了一个回复 到了中旬 如果都还没发的话 那我们自费去买回来给这位朋友 就是这样子 放心 都还玩得起的 郭富贵 2022-2023 最火最爆炸的名字 那我这里顺便告诉大家 我小朋友的名字叫 郭有盐 下一个诗讯是 做我老公 吓谁 哈哈哈 你作为广东人 哈哈哈 黑街人是什么来的 黑街人是什么来的 是不是外星人 懂 我是知道黑街人存在的 我家里就有个 之前买的票还没出票 绝对会派到你们手上的 这就是我30秒下的剧本了 你看多了 唉 好了 那就录完了 那就背稿了 咱们